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步不变 我要告个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奏你的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祝你们在家里蒙耶稣的祝福 有圣灵与你们同在 好我们就提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将我们有这么美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以下的时间 都仰望都交错在你手里 哈利路亚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一个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丹尼里 圣经说在丹尼里一章 第八节说 丹尼里却立志 不以王的善和王所饮 所饮的酒呢 占物自己 所以呢 求太监长容他 不占物自己 所以 今天我们来看 这个丹尼里呢 他是一个非常英俊 而且文武双钱的一个年轻人 为什么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当时呢 他祖前605年呢 巴比伦的尼布贾尼杀王呢 在第一次侵略犹大的时候呢 捋走了 部分的百姓 指巴比伦 丹尼里也在其中 当时他才15岁 丹尼里就同一 也47岁就迈到埃及 30岁就成为埃及的宰相一般 他也出任当时的世界 强国巴比伦的宰相 并以立志 立定心志 寻求神而闻名 丹尼里呢 他有一个崇高的人格以及信仰 有几项我们可以学习的 第一 他是自我管理的一个年轻人 我们在丹尼的第一章可以看到 尼布贾尼王呢 然后呢 从犹太旅来的年轻人中 显出了庶民 智慧和聪明的过人的人才 教导他们巴比伦的邪问 其目的呢 是防止被驴子抵抗 并立他们为被驴子的领导人 显拔出来的人 可以获得 什么呢 最优秀的这个代意 国王是他们自己的食物 以及葡萄酒 又让他们住进王宫 穿上了王所赐的新衣 对被驴子而言 这是千代万难逢的机会 也是基于幸运的事情 对不对 你被抓了 你当成他们的 当成这个国家的仆人了 但是呢 他的王呢 对他这么好 但是当 丹尼里呢 二话不说 便断然季节那些饮食 这不仅是对国王命令挑战 即不顺从 同时也放下了 可以发达 出名 即永华福贵的两极 他不要吃国王所吃的 他不要跟国王 一起呢 吃饭 他不要 被玷污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信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神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 为了做生意 得到了这个利益 把他的信仰 你信不信耶稣 我不信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老板 信佛的 所以他就不要承认 他是信主的人 所以 非常的伤心 有的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人 为了金钱 为了名利 为了得到 这个女孩子 然后呢 他就不承认 自己基督徒 所以 不赐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要得到 这个项目 所以 他 把耶稣给卖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告诉你 我们 要学习 丹尼里 丹尼里呢 他不要 他不要为了 这个荣华福贵 而把他的神 给卖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他不要玷污自己 丹尼里 为什么要记者呢 因为和他 一起被虑的百姓 每天都过着 水深火热 受人欺压的日子 他无法 独自的享受 荣华福贵 另外 更重要的是呢 王赛给他们的饮食 接拜过偶像 并且清酒 浓酒 是圣经所禁止的 所以呢 第八节他说 他不要什么呢 他不要 玷污自己 玷污自己 就是说 把自己染上了 这个王的 坏习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和华 是你的神 照他所引起的 狂张 你的境界的时候 你心里想要 撑住 我说 我要撑住 就可以随心所义 地撑住 耶和华 你神所捡选的 立地 立他名的地方 若离你太远 就可以照 我所吩咐的 将耶和华 吃给你 的牛羊 起些宰了 可以随心所义 在你 乘你吃 那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爱我们 他不会 忽略了我们 只要我们 忠心的仰望他 他不会 丢弃我们的 所以 丹一礼呢 他是一个 爱神的人 他是遵行 神的教导 虽然王 吃他 三真海味 仍然的 季节的 吃这事物 他的人个 特质 是一旦 立定心智 便遵行 到底 他不会 放弃的 亲爱的 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 写 丹一礼 他顺服神 他爱神 他把神 当着是最重要的 他不玷污自己 如果要 他出卖神 他体验自己 死掉 他也不会 叛逆 他的信仰 感谢 赞美主耶稣基督 好 我们先提出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今天 让我们 看到了一点 丹尼里的生活 他的性格 主啊 求你也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 像丹尼里这样子 我们立志 爱你 立志 顺服你 立志呢 把你的福音 传给更多的人 让他们可信你 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我们的生命 都仰望 都交托在你手里 求你再一次的 医治我们的弟兄姊妹 得到疾病的 主啊 求你医治他们 有问题的 帮助他们 在学业方面 有问题的 赤给他们智慧 在经济方面 有问题的 主耶稣 帮助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企业 我们奉耶稣的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高的神 我坚诚敬拜 你是圣洁烈火 指引你保险 指引你的恩典 指引你的恩典 指引你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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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你恩典